Hello,畢基道,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配合人工智能的科技發展 新加坡政府準備教育學生用CheckGPT使用這個技巧 很多地方不准,香港大學都說不准拿來寫論文 但是新加坡真的走一條特別的道路 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CheckGPT在這個推出短短幾個月已經超過了一億用戶使用 雖然全球不少國家的教育機構已經限制CheckGPT 在教育上使用,但是新加坡政府卻有不同的想法 新加坡傳媒目前報道指當新加坡教育課程準備將CheckGPT納入課程之中 嘩,真是驚世傑族 猜你都猜不到 不過新加坡報道 教育部長陳振興早前在國會表示 由於教育工作者組成的專業小組正在探討 如何運用人工智能的工具去提高學生在學習的能力 教育部同時也會向教師提高在課堂上如何使用 CheckGPT 以提升學習效果和指導他們相信這些人工智能的工具將會日益普及 陳振興更加指以學習數學時的基礎概念為例 認為學生對掌握基本概念和思維技巧有所掌握 CheckGPT就能夠成為有用的學習工具 這個也是新加坡教育局打算準備為學生裝備的其中一個厲害的武器 學習負責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原因 當被問到如何避免人工智能用於作弊 陳振興認為高等學院是透過考試 研習報告 學課堂的傳述等作為評估 要學生具備分析筆錄和觀察這個部分 如果全部都由人工智能代工 是沒有什麼可能 他又提到某些技能自主和協作的學習 還有創意思維都無法輕易地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這個就是新加坡教育部長陳振興的理論和概念 所以我就沒有給命的 因為我是一個科技人的背景 我當然是覺得是一個工具 但是即使很簡單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你看看怎麼用 用得好就是工具 用得不好就是殺人武器 很簡單 你駕車 越駕大的車 你駕駛很大的二十四噸的貨車 那你自己的駕駛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沒有理由是一個新牌子 你沒有理由是剛剛拿完牌一年去駕駛這些車 你是要有路面駕駛 你要有自己的駕駛的意識 要不然這輛肯定是殺人武器 肯定的 所以check GBT 有一個人說碰都不要碰的 那個就是霍金 所以我會花時間去研究 其實正在做的了 為什麼我們會去做這些行為 而這些行為是否會導致第二次出現很大的問題呢 其實不知道的 有A的門派 也有B的說法 但是整體如果我們trust 某一些事情 去到某一些位置 我們就要制約 如果我們沒有制約的機制 就會被 反誓 什麼的意識呢 很簡單的 就是你上車很快 首先你就要改一輛車 它本身沒有那麼快的 經過一些改裝之後 你的車很快 起步很快 本來它要7秒 0至100 7秒 我要改到它4秒 或者甚至3秒半 我想問 如果這輛車真的每一次都這麼快 你這個制動系統 不能夠制約它的話 它就會在高速之下 丟進彎裡 你始終都會擺尾 擺完尾就會撞車 撞了車 結果體驗大法就是 你可能會出事 出事 不要緊啊 我的底盤硬正 我有很安全的情況 最後尾 都可能出現意外 出現意外就會死亡 是不是要這樣搏呢 我只是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所以 都是一樣東西 一把劍 有兩面印 你看看你怎樣應用 水能載咒 易能覆咒 是不是很深呢 其實這個話題是很深的 之後我會跟大家再分享 CheckGPD 究竟利羽迷在哪裏 多謝各位 繼續支持北基道 點贊訂閱